前韓市府的民政局長 曹環榮今天去領表 說他要參選 而且他說他事前 沒有跟韓國瑜講過 也沒有跟他報備 你怎麼看這樣一個事情 那國民黨中央今天是講說 他根本就不知道 曹環榮要去領表這件事情 而且國民黨還講什麼 領表不一定等於參選 你怎麼看國民黨的態度 還有曹環榮今天突然現身領表 再加上韓國瑜最近的動作 其實根本沒有停過 你怎麼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照片 昨天曹環榮跟李嘉芬 還有韓國瑜何拍的這張照片 拍完幾個小時之後 他就跑去領表 所以你說韓國瑜會不知道嗎 對啊 哪有可能 對 你跟他講話 我沒有要信對不對 難道都沒有跟他報告 我不相信 可是問題是 他這個動作的話 是不是真的參選 就像他們講的 領表不一定參選 那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當然嘛 你看韓國瑜最近動作 也是很多嘛 那三歲生日啊 他就一直在頻頻 我就跟你講說 就像韓國瑜要離開高雄的時候 他也是跟人家講說 要想我喔對不對 你今天為什麼要想他 就是要有動作出來 讓人家說 記得韓國瑜這個人還在 那為什麼要這樣 我跟你講韓國瑜接下來 他的國瑜黨 一定會有其他動作出來 你看許淑華也在預告啦 對不對 許淑華告訴你 他接下來是會有感恩之旅的嘛 對啊 因為他這個熱度 我之前也講過說 他不能夠把這個熱度洗掉 他的熱度只要停下來之後 我就跟你講 韓國瑜的政治生命 真的就從此告吹啦 對 因為這些韓國瑜沒有 沒有給他激勵啊 沒有給他那個觸媒啊 對不對 你如果要搶一張滾 你一定要有觸媒下去嘛 那這個觸媒的東西喔 三不五十就要添加一下 那添加起來 告訴你說我韓國瑜還在 而且我韓國瑜還有希望 還有未來 等我付出吧 對 那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中時這個時候 他竟然要求說你國民黨不派人 那你如果用反面來講 所以他講起來很好聽啦 他說讓陳其邁唱獨角戲嘛 選舉打不熱的話 陳其邁的票就吹不出來嘛 吹不出來就讓人家覺得說 哇你看你一黨獨大 整瓦砍去對不對 那藉機要形成藍營的一些危機感啊 那這個重點是在哪裡 他其實是這樣 讓你有危機感之後 讓你攔起那種藍營的士氣 他說要劍指什麼時候 2022啊 他希望那個危機感可以延續到2022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這一局 說實在話這一局 說實在國民黨你派誰出來都沒效啦 對啊 你今天看起來說 國民黨好像人才濟濟的 那很多人要參選的 一下子吳怡丁 一下子又曹繁榮 一下子又誰講了一大堆 對不對 那問題是講那麼多有用嗎 出來不是都泡火 大家也知道都泡火啊 所以你看之前講吳怡丁的話 還偷偷叫鍾小平一定要跟他講 他不想選擇 對不對 我剛剛就跟你講說 這不是參選 不是在比人多啦 你有效的一個人就有效了嘛 你沒路營的一大堆 你是要叫什麼 你看你看今天這個陳其邁有沒有 他的第一場的造勢活動曝光 人家講說他找了那個陳時中 當然也要找陳時中 現在想不能趁陳時中 如果不趁陳時中的話 你在民進黨裡面你根本就沒有 表示說你只要人家分話 你看陳時中都不挺你 這種話現在不能講 一講之後你借候選人 我跟你說民調整個拼了你知道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 人家都已經準備好了嘛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他就希望說你今天 能夠把民進黨裡面所有的精英出來 讓人家覺得說我的民進黨 還是一個完整的執政團隊啊 那執政團隊的話 你如果這邊有破口的話 就表示說你這個人推出來人選 不是民進黨裡面上下一心 完全挺的人 對民進黨來講是一種傷害啊 那可是我跟你講說 陳其邁這個真的不用太在意啦 今天誰來佔港督 我怎麼樣我就真的說 你真的勞倫那些北漂青年 我真的一年要他們 再回去南漂好幾次 這真的不能到啦 那你陳其邁這次補選 你就能做的就盡量做 所以那個得票的話 你就看對手 我就跟你講 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找不出人來 那我說曹完隆這個動作 如果曹完隆最後確定 他要參選的話 他是預告告訴你說 今天韓國瑜的起手勢 又是一個南部的起手勢 他延續他的政治生命 在南部的那個火種 那火種就由曹完隆來點燃 那接下來的話 韓國瑜 如果曹完隆真的參選的話 你會發現 國民黨真的靠邊站 韓國瑜告訴你說 從頭到尾 韓國瑜就是不靠你國民黨嘛 對不對 你國民黨有人 他這個什麼 韓國瑜只要等高一呼 他的韓粉又歸對的話 到時候國民黨裡面就有西瓜效益 我跟你講政治真的講求就是這樣 你政治裡面如果有人看到 韓國瑜又站起來 東山再起 我跟你講國民黨就正式宣告分裂了 對不對 那你真的分裂的話 一大一小到時候誰大誰小 當然是韓國瑜大 對不對 這也是很多人憂心的 你看那個鍾小平聽到之後 搞不好心靈又結尾了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戰役 不過曹安隆出來選的話 你韓國瑜真的要蓋瓜承受 曹安隆代表是韓國瑜裡面的鷹派 他鷹派出來的話就表示 他當初叫人家出來監票 對啊 這關保守誰想不出的 除了說你極英派的人 那你再加上說 許淑華這個時候也出來講說 你接下來有感恩之旅的話 我就跟你講這是在熱身 對不對 接下來國瑜黨要怎麼去做的話 要怎麼下去的話 國民黨真的要接招了 那國民黨說實在 現在真的陷入一個分裂危機 江啟臣現在這個黨主席 真的是搖搖欲墜 你說實在話 今天侯友宜 李正浩講說 國民黨會不會修理侯友宜 我也是覺得 當然是修理侯友宜 否則會去修理柯文哲 柯文哲跟民眾黨 現在看起來已經凹凹黑了 我是預告說 柯文哲跟民眾黨真的是 就這樣而已啦 他不會再大了啦 那問題是 你從九分那件事情有沒有 蔡英文跟蘇貞昌 他們去九分的時候 沒有通知侯友宜 這個就可以秀出端倪 對不對 這就很明顯 就把你排除開來嘛 我在這個鏡頭 我在這個時候是民進黨的人員 我在這邊的話 振興經濟做什麼事情的話 全部都是我們民進黨的功勞 你即使侯友宜在地方上做得再好的話 你也不用來分一杯羹啊 對不對 這也是對侯友宜一開始的 可是你說他真的會全力現在開始殺侯友宜嗎 他如果現在殺侯友宜 殺一個民調這麼高 支度這麼高的一個縣市長的話 我說實在話 這個民進黨會提早引起民眾反彈耶 我講實在話 這個振興經濟的方案有沒有 我就講實在話嘛 現在台灣很多地方都已經解封啦 那解封之後你看 所有的餐廳都已經客滿了 飯店都已經訂不到位置了對不對 你也振興券咧 你贏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人家經濟 老百姓民間經濟已經起來的時候 你到目前振興券都還沒有拿到手的話 你這個接下來你怎麼跟老百姓交代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今天如果動作太快 動作太明顯的話 我跟你講接下來還是那句老話 民進黨在上半場防疫的時候 已經打了一場很優秀的戰役 這個我們絕對承認 我們絕對可以肯定 可是接下來如果你在振興經濟這一塊 還沒有做出成績來之前 你就已經開始在部署2022 甚至2024的選舉的話 我跟你講老百姓以後只要民進黨執政 有一些破口 有一些不對的地方的話 這種反彈的話 絕對是好幾倍還給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現在走下來的這一步一步的話 說實在最近很多俄語 現在很多媒體都在講 那一天那個什麼 蔡英文跟蘇貞昌去九分的時候 你看那個林佳龍坐在哪裡 坐在後面耶 為什麼林佳龍會這樣 而且說實在你現在要把陳時中拿出來 陳時中支持度九十幾%的人 你一下子說他選台北市 一下子說他選新北市 這要以個人的意願為主嘛 不然你把陳時中九十幾%的一個 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表現這麼好的一個官員 你把他當風向球出來丟 對不對 所以這個林林總統加起來之後 你真的民進黨的執政要步步為營 要小心為營啊 接下來民眾的反彈跟民眾的嗅覺 看到什麼東西的話 真的 這一定會好幾倍還給民進黨 謝謝大家 各位員